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1837集 你听谁说的呀 杜兆辉黑黑一笑 他去医院检查 那医生护士那么多人多口茶 我想不知道都不行啦 现在也不只是我一个人知道啊 我觉得现在我们杜家应该是所有人都知道了 我还以为你有其他事情要告诉我呢 杜兆辉有一瞬间迟疑 直觉杜兆荣在钓鱼指法 干脆听从本心否认 哎呀 老道 不是的 那 威威就是我孝敬给你的 嘿嘿 你要是喜欢那就最好了 他可以哄你开心啊 其他的事都不重要啦 虽然我对他本来还是有其他打算的 不过事到如今就算啦 那些事情就不提了嘛 不过我是没有想到爹地这么喜欢威威我 既然你这么喜欢他 那肯定要把他保护好一点咯 不过瓦饭就很讨啊 好像四太有点讨厌他 杜兆辉灵活改变了政策 说完这话就笑嘻嘻撤退 出了公司他脸黑得像锅底 阿华默默跟在他身后 等着杜兆辉自己想通 半晌后杜兆辉才扭着脸笑了 哎呀 老夫爱少奇妈 老头子对夏子玉维护的程度 已经超出我的想象啦 我现在不得不承认啊 夏晓兰说的对 把夏子玉送给那个老头子 是我自己走出了一步臭棋 你也没把照片刺激报社 事情还有转换的余地啊 杜兆辉摸着下巴 你看看刘可英嫉妒成那个样子 憋久了就会像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着啊 那我们就顺手给四太一个宣泄的渠道咯 二房是不会收拾夏子玉的了 他可能还会想从夏子玉身上占便宜啊 但是现在刘可英和夏子玉已经成了死敌了 他们两个利益冲突 是永远不可能合作的 刘可英能当多久的人者神规 夏子玉的受宠就是侵犯刘可英的利益 阿华老老实实说道 四太不会放过夏子玉 恐怕也不会想放过您 刘可英到底是更恨大少还是夏子玉 阿华不确定啊 看起来是应该更讨厌夏子玉 也说不准 毕竟他家大少爷拉仇恨的能力太强了 杜兆基并没有立刻有什么异动 春明宴结束后 他还陪着二姨太回杜家大宅 哪里都没去 也看不出输掉这场比试对他影响有多大 夏小兰想了想 主动给朱穗州打了个电话 喂 朱老板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忘了告诉我 夏总在港城 对 在港城 朱老板应该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吧 夏总 我自己做过的事 我也没办法为自己辩解 这事是我做的不厚道 情况就是这样 夏小兰玩味 所以你要白送2%的股份给我 觉得可以安抚一下我 朱老板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你做的事挺不厚道 在商言商 我也不好说什么 你做什么事 肯定有自己的考量和选择 我只是希望 以后朝阳地产的持有人再发生变动 你能提前知会我一生 这次 你们是钻了空子 多二少只买朝阳地产 算是间接控股亚兮啊 下一次再发生类似的事 我不会这么好说话 朱穗州再三保证 夏小兰嘴上硬撑着 看起来似乎信了 小游还以为会吵起来呢 没想到夏小兰会如此冷静处理 夏总 您不生气吗 夏小兰痴笑 朱穗州也做不了主 他想要快速崛起 背后需要有人支持 结合朱穗州回商都买地皮的时间 杜兆基可能从头到尾 都是他的大金主 他不为大金主办事 难道还要一心为我考虑 没有希望 就不会失望 我入股亚西亚的事 是被一步接一步推着走的 将来走着瞧吧 亚西亚能做好 我也收益 除了关心叶小琼的下落 以及杜兆基究竟还想做什么 其他事 夏小兰都觉得无所谓 生意场上的事 本来就瞬息万变 杜兆辉也在用手段 难道他要双重标准 要求人家杜兆基老老实实躺平挨揍 不可能嘛 说真的 杜兆基才23岁 能有这样的手段 夏小兰还觉得对方很厉害 要是能解决叶小琼的事 他真的不会再管杜兆基 杜家兄弟以后要怎么厮杀 都是兄弟俩自己的事 不在乎就不生气 游厉还在品这句话 夏小兰又加了一句 像出岁州这样做事圆滑的生意人 还算要点脸 以后啊 你就会发现 比他不要脸的生意人有很多 在金钱和利益面前 一些人的下限 会低到你难以想象 生意场上的事 就是瞬息万变 从来没有十拿九稳 钱不落贷 任何事都可能有变数 所以对任何合作伙伴 都不能百分百信任 游厉好奇 夏小兰点头 嗯 实话可能不好听 但事实就是这样 当然了 要是白珍珠 陈希良那些合作很久 已经不仅是生意伙伴的人 摆了我一刀 我反应就没这么淡定了 我又不是神 被信任的人背叛 同样会很难受 周岁周本来就是不受夏总信任的呀 只是因为利益短暂地成为合作伙伴 有力懂了 可是杜赵姬不去找叶小琼 您打算怎么办呢 难道要一直在港岛傻傻地等 港岛有几百万人呢 要想凭空找出人来 无疑是大海捞针呢 夏小兰丢给她一个眼封 小姑娘 做任何事都不能急切地要求回报 你看我就算没找到叶小琼 来港岛也不算白跑一趟 我不是带你见了世面吗 这酒店不错吧 睡得床舒服 能享受美食 就算不出门逛街 想要什么东西 还能让酒店代为采购 换个角度想 这是我给自己放松 来度假的 咦 这样想想 好像心情没那么焦虑了 夏总从美国回来 就一直像个陀螺一样高速旋转 能停下来歇几天多好呀 游历的心也安定了 夏小兰在酒店里好吃好喝度假 该着急的是其他人才对 五号这天 因为有春明宴才显得格外漫长 事实上 这一天也不可能从24小时变成48小时 照样还是会过去 2月6号 岳省电视台开始播放一则广告 广告宣传的商品是新事物 广告的主角也让人感觉稀奇 居然是湘南省的理科状元 理科状元衣着整洁 五官干净 一身书卷气 在广告里为大家推荐一款 帮助英语学习的电子词典 英语学不好 单词记不住 会写不会读 你需要一台文曲星英汉电子词典 开学送礼 就送文曲星 1987年2月6号 广告在岳省电视台播出 文曲星电子词典横空出世 吹响了华国电子教育产业的 第一声号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